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一些高收视的环节 理论上那个广告应该比较可观点 但跟以往一反常态 完全不成正比 所以我们也要开辟一些其他的付费方式去撑住 现在晚上也有我们的直播 有司徒广场的环节 通常都是一些澳门和香港的听众会打来 通常都是头半段说一下时事 和说一些现在大家生活着的感受 尤其像昨晚有些比如澳门一些养狗的苦主打上来 就说现在放不了狗啦 也都对政府那种要求你养狗 你要自己和狗急救的 那他们都说他们本身都不是兽医来的了 也都没有想过要做兽医才能养到狗的 那更重点呢他们提出了 就是有一些狗只呢 就因为长期下不了街 就精神出了一些问题啦 也都会出现一些比如中尿毒 因为他们拔不了尿啦 那这样的问题啦 那另外呢也都说有些狗有些猫呢 就去了政府啊 寄托那个站两处呢 那之后呢就可能是 遭受到一些不是那么好的对待 那就是昨天都大吐苦水了 那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听一下 那昨天呢 就是我们最后那次也有位是 就是说广东话的泰国听众呢 就过来说了一些 关于泰国方面的一些资讯啦 还有泰国开岛啊 分析一下 那个情况会怎么样啦 那也都说我们RT Jackie 也有说一下这个MMA 格斗的东西啦 那就是包罗万有的 那当是一些的 集不离节目啦 那有时间就可以听听啦 好啦台长 那今天回来呢 那第一节啦 那我们会是讲这个香港啦 国际的东西呢 还是会讲回国内的东西呢 呢 我们就混合啊 我们就是把几个的不同地区的东西 都混合在一起去说 那但是觉得很奇怪啦 那为什么要混合到呢 那我们就是做这个节目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地缘政治的看法 就是呢 去到21世纪呢 所有事情呢 都是环环紧扣啦 那不要分说政治财经 或者文化 每一样东西呢 都可以牵涉到 就是会影响到其他的 那当然我们要拿到一个重心啦 那现在这个世界的重心是什么呢 那这个重心是两个地方的 其一呢就是在这个欧洲的俄罗斯 侵略奥克兰的战争 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啦 或者短期之内 会不会那个局势更加明朗化 其二呢就是台海的这个局势 那么任何一个地方 就是这两个热点呢 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呢 它有事的话呢 我们在香港其实都是 不能够独善其身的 所以我们去关注的时候呢 我们要尝试将 在这些不同的地方 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连接在一起 那么大家可以听到之后 一头目上 但是我待会 就是讲那个激答案出来的 那但是没讲这个之前呢 就要继续昨天的这个 就是一个一个 开头的一个题目啦 就是这位王俊言呢 昨天已经 就是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啦 就这个 这个毒妇啊 这个物体呢 那其实他就没有离开到香港的 那当时那个 就是这位 这位潜无线的主播 那他就说 听了人说 那听了人说就是说不关他事 那但是呢 就是跟着回应呢 又这样 就是他那个回应呢 我觉得真的值得讲一讲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很可能呢 这个毒妇呢 就东窗事发之后 紧急回港 再豁免他入境隔离 所以算了时间 刚刚没有回到香港吃早餐 他自己就没有责任的 只是引述消息 喂 大哥 你真是很搞笑咯 就是他如果他去了之后 跟着这样回来的话 那就 还可以豁免的呢 那就是 那就是这个 这个也很把炮 那如果这么有把炮 其实就不需要 就是东窗事发 没有什么搞 所有人都不东窗事发的 是吧 但是我有一件事 你说买机票就买了机票 除非你包机都不行了 现在是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就是去到这样的地步 就已经是 差不多都说 就是说 随便去找一些理由出去敷衍 就是去什么 去推卸自己的责任 我必须是这样说的 譬如好像我们 这些说了差不多近二十年 又做那个节目 那个时间很长 特别是现在 在说一个星期一七日 就是每一天 都可能在说那个时间 都去到一个多两个小时 那你会不会说错话呢 一定会 这叫言多必失 但是你说错话的时候 你很简单 你不需要说兜的 你直接说错了 就说错了 有时候你去查那个资料的时候 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不足够的 因为我们做报纸经常说 就是报纸那个错的机会 比较高的 高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你有死线 你不懂写一本书 写一本书我说 我喜欢十年才写一本书 我喜欢查到很多 以前这个《讀者文》 就有这类的空间 可能在寫一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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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底六个月给你 万则可能两三年 好像那时候 我记得很久之前 就访问那个 访问黎智英 他做了一篇稿 做了多久 做了两五多 如果这样 就是出书 连出书可能嫌慢 但是我们如果做报纸 或者我们做这些评论 每一天都会遇到那个死线的问题 可能今天我们去录音的时间 可能比较迟一些 那已经催促了 因为我们一迟的时候 后面那个技术人员 他们要处理这些技术问题 就压力很大 就是正如我们以前做报纸 我一迟稿 那后面那个时间就要压缩了 印刷的时间要压缩了 校对的时间要压缩了 很多事情要压缩的 就是总之其中一个环节一退后 一退后就整个环节都要退遲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们都逼不得已 就是有很多事情 我们都未查得那么清楚 所以就去讲 但是我们都会讲明 比如说 你听到我很多时候都讲 我讲的时候 这个消息我现在就未那么肯定 我就不讲了 如果譬如一些细节我错了的 我未必当时我可以更正得到 但是如果是比较严重的 我以后或者迟些我再更正 就是你不需要太介意这个 你是不是有些事情 你讲错了 而你会怕那个听众会离起你 其实就不是这样的 听众一定有些空间 有犯错的空间 只要你不是极端严重的错误 例如立场的错误 比如我原本我是支持民主 我突然间我反对民主 我之前都支持保选的 然后我反对保选 如果有这个转变的话 你必定要很诚实去交代给那些读者 那 至于去到昨天的那个新闻 是一宗比较重要的新闻 就是不要说新闻 一个全言 如果它是真的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 所以我处理方面应该稍稍稍稍稍稍 它自己已经说了 没有图没有真相 但后面那三个字就是 但是我相信 你基于什么理由去相信呢 到今天你都 都仍然都不是去认真去检到这件事 你说我传话出来 不关我事了 我只是听人说 但是如果你想听人说 你起码要解释一样东西 那个消息在哪里来的呢 他身边又好像说有人看错了 那看错这个人是哪个人来的呢 那这些要交给这些听众 因为这个不是细节来的 这个是很大的事情 因为如果这个 就是这样的物体 它走都是代表一些东西的 那如果现在不是 那他说香港 那就是自己讲错了 那么简单而已 那以后不要犯了 但是如果是坚持又要这样去支持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大的问题是哪里呢 就是因为如果女性的新闻 如果日后比较多的话 或者多一些人去 特别在香港去讲的时候 那这个当权者 就是很有大有大条道理 或者可以立这个假新闻法 但是当然你不要 我不会那么幼稚 到就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他都不会立 只不过就是这些事情 就加了一些 就是所谓一些的中间派 就是这边听下那边听下 他加强了他们这种这样的 就是认为有立法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去讲的时候 就不要说你因为你拿着一个 你拿着一个 一个黄的标签 就等于你一张是 就是不填文银碼的支票 就是一张blank check 因为现在你这样是在录卡的 那你这个信任本身 我们可以说你也是一次 但是有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 就是这个这样的信用 就是这个这样的投资 会爆卡的 所以我们觉得 就是大家去听的时候 必定有一种这样的标准 就是如果你是标题党的 那你起碼认清是标题党 如果你继续听下去 就是助长这种事情 那当然有很多人 就是说他是黄的 那我们就 那是不是你如果拿着个黄的标签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都 就是没有责任呢 我就绝对反对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 就是希望这位黄俊賢 就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 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 那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 那错不在他 是继续支持他们和听听的人 那就是 就是这个 这些事情到此为止了 因为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 就是再评论的 今天就是 比较重要的新闻是什么呢 其实有两宗的 第一宗呢 就是这个 美国的国会议长 佩洛西 他是老牌的政客 就是几十年了 那就宣布了 应该不是说宣布 是路透社引述一些消息 他将会在八月就访问台湾 访问台北 这个消息本身其实都挺爆炸性的 大家会觉得 纯粹是国际新闻 但是我的看法就有点不同 我的看法就是 这个和香港本身都有一些关系 第二个新闻就是 香港那个银行 香港的整体结果 就跌到2000亿港元以下 差不多现在每天都报这个数 只有跌没有升 如果你看看 一路就这样跌 跌穿了2000亿的了 那这件事是反映到什么呢 就不是说有些什么新闻 就说这个很值得注意 而且最重要的新闻就是 现在人们每天都看着这个结果 跟以前不同 因为这些比较技术性的新闻 除非你是财经方面的记者 或者你比较喜欢看财经新闻 但是如果对普通人来说 以前这些新闻其实就挺专门的 但是经历过1998年的金融风暴 跟着这个次岸危机 其实香港人那个财经新闻的知识 就普遍提高了 所以这些新闻 大家现在都会阅读 阅读在于什么呢 就是这个和港元和美元挂钩的 那个关系在哪里呢 就是如果美国是加息的话 香港如果不加 那些钱就会走的 那如果你再深究的问题就是 照样的联系汇率 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自主权的 美国要加息我们也跟着加 美国减息当然我们减息 就是美国之前那个量化宽松 所谓QE 就令我们上升了十多年的 这个非常低息的财款 就是比如买楼也是借钱也是 但是加的时候 然后呢就是各样东西的负担都重了 那如果不加的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钱流走 流走你都要加息的嘛 始终你都要加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要 就是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迟迟就不加呢 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顶住呢 那道理很简单的 大家知道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要加息的话 就是那些工房的负担会比较重了 尽管我们现在知道 其实这个情况跟这个二十年前的情况不同 就是九八年的时候 就很多人就真的胆薄胆 借很多钱回来就是工业 你买的时候一千万 但是估值可能高 就是估不到一千万的 当然 绝对估不到 那可能在估计八百万 那再去给那个按揭 你可能在说 又去看看你入息 又去看看 可能给你一半 或者六成 之类的 你可能会计算你的数据 就是你不可以在那个生育 就是过了某个百分比的 就是举个例子 你不可以说 我有这个生育 我全部拿去按揭 做按揭 那现在是民行 是不会有这么大的风险 但是就是 很多人现在都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起码一样东西 加工没有以前加得那么多 可能有时候那份工作 就未必那么稳定 突然间可能无功 甚至可能两个夫妇一起失业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那你再加息 就可能说百上加根 那这个情况在澳门 其实就比较严重 严重很多 但是香港就不可以说不严 就是不可以说 调以轻心就是 加尼息没所谓的 其实加尼对一些正在供楼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但是问题现在可能不知道加尼 就是你看美国那个通胀的情况 它去到成这样 这个拜登好像畜生无策 它唯一可以做的 暂时可以做的就是加息的 所以 现在这个情况是很诡异的 诡异在于什么呢 就是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就是不需要那么犹豫 去加不加息 因为银行看到那个存款结果 如果再少下去呢 那同业策息一定会上升的 就是说有些比较没有那么 存款的基础 没有那么大的银行 他们要欠去用高息去问其他银行借钱 所谓同业策息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银行之间要去放款或者借钱 这个是一个反映就是 那个银根所谓短不短缺的问题 但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阅读这些文 譬如加不加息 那现在究竟是不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呢 就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还是一个金融体 或者一个财经的问题呢 如果你看越看下去就越来越像政治性了 政治性在于什么呢 就是 喂 现在所有东西都要太平成势 就是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出来 你不可以楼价跌 楼价跌了就不好看 就是这个原来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不是一个财经问题 所以似乎呢 你不可以那么快加息 它是要顶到最后 甚至股市也是 你一跌过二万低过二万 为什么就要赤一抬上去 就是如果所有东西都是这样政治化的话呢 那很多东西都扭曲了 扭曲了 扭曲了 你是不是到最后你是可以 扭曲之后 继续可以变成一个常态呢 而没有事呢 那我答案的就是不是了 那在大陆的情况 譬如说那些房子 去到现在这样 你不讓它跌 你想有人供樓 買樓 但實際情況是怎樣? 大家都看不到前景 然後地產商自己出事 地產商出事又不只是地產商出事 跟著銀行出事 大陸的銀行出事 又不只是大陸銀行出事 我們一直在問的問題 就是香港的銀行究竟借了多少錢 上去給這些大陸的地產商 是嗎? 那個數字怎麼算呢? 他們一口起市場 例如所謂Default 就是還不到債的時候 連息都還不到的時候 那究竟香港的銀行 那個Niability 那個相關的負責有多少呢? 那沒有人說清楚這件事的現在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是不是國家機密 這個是不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呢? 那可能是的 現在所以是不能說的 那既然不能說的話 那我們就不說了 那只不過是說 大家現在就很聰明的了 看到那個銀行的結譽是日日少的時候呢 都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特意是每天都跟你說一聲的 多到是我一看 我都不用怎麼特意查了 我每天在Facebook 每天都貼上去的 那這個是第一件事 就是那個銀行那個整體結譽的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剛才那個佩洛西那個訪台 那這個我們首先要講一下那個事件的始末 因為這個佩洛西去訪問台灣這個 事實上就不是今天的事 是幾個月之前呢 我們已經報過了 但是報了一天之後呢 當時就馬上說佩洛西因為她感染了這個武漢肺炎 感染了肺炎之後呢 她就不能去 要靜養 但是靜養之後 跟著完全沒有消息的 就是她又出來遇上見人 就是沒有那件事這樣 那突然間今天又傳了消息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都是說一樣東西 傳了 但是那個消息的來源 我們知道是老闆社嘛 還有其他 應該還有英國金融時報 那所以如果有錯的話呢 那就不是我錯了 是這兩個通訊社的錯 那這裡先帶定求婚 那如果假如這個是真的話 就一件比較奇怪的事來 那當時如果這個佩洛西 如果她是真的染病的話 那她應該重新定過行程 但是當時完全聽不到 那時隔這麼久 又再提回 但是這次有一點不同的 就不像以前那些美國國會的議員那樣 他們是去了才告訴你 或者是很短時間之內 他們差不多臨起程的時候才公佈這個消息 免得讓你有一些堅決反對 強烈譴責之類的 你去到了 你再說就多餘了 但是現在這個消息是鋪排了 今天就是7月19日 那如果去到8月的 我假設就算8月頭 給你8月頭 也有十幾天 估計起碼有兩個禮拜 那這兩個禮拜裡面 這個北京他們會有一些什麼的 所謂反制的行動 去做這件事呢 那為什麼要給一個這樣的時間去鋪排呢 可能接著說環球交報又出了一篇 新華社又出了一篇 又不是博物出了一篇 那美國如果它做這個舉動的時候 就跟著就可能是 他們應該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在那裡 知道你會有一些比較激烈的行動在那裡 但是都是這樣做 後面已經顯示了一些事情了 那佩洛西究竟在美國的政府裡面 她那個地位是怎麼樣呢 其實她是官方的一個 如果美國總有時一個 可以臨時繼任的人 所以這個臨時繼任的人 假設譬如說整個內閣 是死了的這樣 那剩下來只有她 那她就會變成美國總統的那個位置了 那所以呢就是說 就算這個可能性是多低 不論是多低 那這個是一個有官方地位 是在職的一個美國的高層的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政策 去訪問台灣 那如果去到這裡 實際上已經在說那個 就是所謂這個上海公報 或者這個建交那時候 這樣的協議 其實已經作廢了 真的是歷史文件來的 對於我來說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裡面說 承認一個中國 承認一個中國 那究竟這個意思是為什麼呢 就是美國是認知到這件事 跟著沒有什麼點其他補充 那承認一個中國 才是承認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可以統一台灣呢 就是裡面已經有很多東西 可以打死狗講假 到現在才爭論這些問題 就是很多餘 但是不要管怎麼也好 就是說美國 我們一直都說過 它是全世界最惡的國家 它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你怎麼樣呢 有什麼回應呢 我們就在觀察這件事 但是當然 就是去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今天 譬如北京是不需要對美國的政府 無論共和和民主兩黨有任何既望 這個是所謂實質上 實質上 實質上承認台北當局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主流政策 可能在講這個年尾 就是跟著共和黨控制了國會 甚至可能在2024年 是共和黨的人重新掌管白宮 但是現在這種去法的 就是 我相信無論任何一個 未來一個美國的政黨 都會做這種做法 那後面那個原因 我相信最主要的就是 基於是中國 在這個俄羅斯侵略 古克蘭這樣的戰爭裡面 那種取態 我不敢肯定 我估計 估計會是 那北京的外交次郎 其實應該就不應該 只是只做這個戰狼 應該做一個智郎 去想想為什麼美國這樣做 或者起碼預見到 預計到美國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這個北京應該有些什麼 很實質的對策 就不是一直在說 堅決反對強烈掩摘這些 因為到現在來說是 是非常之 但是第一次都不是 對立法的 對立法的 因為那麽 就是 對立法的 正在說 對立法的 其實我上班的 我曾經在說 對立法的 那麽 那麽 他就在前天 昨天不是前天 昨天在全國港澳研究社發表了一篇演說 這個演說是什麼呢? 就是我讀出來 《關切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精神的專題研討會》 現在這個普遍的現象 大家都是不斷地要學習習近平七一的重要講話 講話就講話 更加要表達重要 既然重要的話大家要學習 但學習得來講話精神 我就覺得很簡單 講話就講話 講話有一個廣告的 廣告就算你沒有派給我 我讀了一句字 看回那天講我猜了出來 希望我知道 但為什麼是精神呢? 精神的意思代表了什麼呢? 就是要揣摩自己的精神 很簡單 我們做完這個節目 我就不會說你揣摩要學習這個節目裡面講話的精神 為什麼呢? 我講的就是講的東西來的了 你不需要再推敲我背後有什麼精神在這裡的 但是重要人們講話就推敲了 他講完之後 我都不認真明白他講什麼 然後我猜他後面的精神是什麼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精神呢? 為什麼呢? 就要留一些空間給你 到時候如果將來有什麼改變 就是有什麼差池的時候呢 你今天呢 你學習這個講話精神呢 是你理解錯了這件事 就不是他講錯 所以大家要記住這件事了 要學習這個講話的精神在於什麼呢? 就是那個字面呢 就不可以作準的 要揣摩後面 要反向後面他要變 resultados 你要草蕪剛剛講了什麼 現在哦 一定要做法 然後我們在做法 不是隨便用的嘛 因為領袖這個字就不同領導 領導你是地方、省長、書記 你都是領導 你舉個例子是一個網台的掌握人 你也可以是一個網台的領導 但是你就不能說是一個網台的領袖 一個領袖就很大件事 這兩個字不是人用的 應該是什麼時候用的 只是毛主席那時候才用的 後來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沒有用過 現在還加上是人民領袖 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次我們在講的新聞的時候已經講了 就是《明報》就在中國版那裡 引述了解放軍的某一些消息人士 透露習近平在二十大的時候 就正式通過了連任 是吧 連任起座底 都是連任到二十二大的 就算二十二大之後他退了下來 他仍然是全中國最有影響力、政治影響力的人 最有影響力的人 就是說這個封號就代表了後面代表了 習近平會連任 甚至掌權的時間會非常非常之長 那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呢 警惕這個反中亂港 拆心不死 而且呢 今次是有點名的就是美國 美國和西方這些外部勢力就不會甘心啊 隨時可能反抗 必須堅決跟這個西方外部勢力作鬥爭 打擊一切反中亂港的勢力 任何人在任何時候 任何人在任何時候 挑戰一掘兩個底線 反中亂港 必將受到厭情的 這樣 那這個說話就相當之厲害了 是不是 就是 哪個弄什麼 哪個就是 就是 就是 呃呃呃呃 就是 呃呃呃呃 呃呃 呃呃呃 呃呃 就是 呃呃 呃 呃呃 呃 呃呃 呃呃 呃 呃 呃呃 說什麼人呢? 但是我從字面去看 我不懂什麼叫精神 字面去看就是 西方 你現在怎麼叫美國 美國有份搞 有美國有份搞 我覺得很簡單 美國有份搞 現在你說 就是策心不死就打死他 就是跟他開拖 特別是你譬如下西去訪問台北 就是台北我講到命 事先說我不是去到才說爆出來去了 等你不能追 那為什麼你不打死他?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我的疑問 因為我理解 我未學習到精神 我有這樣的疑問 所以大家監聽的朋友就不要怪我 那第二件事就是 我又怎麼理解這個精神呢? 就是如果你去到這樣 我覺得既然是美國佬在那邊搞東西了 在那玩東西 那我覺得在街上見到鬼佬 一定是西方人來的了 加上西方我就打死他了 見到一個白皮膚講英文的 我就打死他了 應該就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又沒有一條法律可以保證 我打死他了 我不用負了法律的責任 所以我想教清楚一樣的先 我正在學習著那個精神 我不是從那個字片上 我想理解的精神 就是我看到鬼佬在街上講英文就打死他 那如果是的話 那就好啊 打完之後不用負責的 那就好啊 但是現在好像不是啊 所以我就理解不了了 但是呢 就是昨天已經說了這個 這個林定國 就是新上任的這個律政司長 那他就說了說 這些現在 就是這些23條要怎麼立法 那美國呢就可以去懲罰 就是去可能制裁這些這樣的檢控官 那又不對不對不對 那我剛才已經說了 有反制裁法的嘛 那為什麼又備而不用呢? 這樣說到最後他也有殺制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去到這個局面 講明是拆心不死的嘛 那跟他開拖啦 反制裁法啦 甚至不用他制裁我先制裁他 就是先下手為強啦 我又不明白 就是我不明白那個精神 為什麼又不是這樣去開拖呢? 好 第三個月了 第三個月了 今天呢 就是就是又是 就是大家各界走來學習這個精神啦 這個重要講話精神啦 其中是葉劉淑儀 就是新上任的這位 就是行政會議召責人 他就說了 你民主黨 正在說民主黨啦 那你現在想怎樣呢? 你是不是要否定這個中央 在香港那個行政的主權呢? 喂 你要對樣東西表態哦 就是我不是在引述他 我是在揣摩著葉劉淑儀講話的精神 所以大家如果我揣摩 我理解錯了他的精神有錯的話 大家不要怪我 或者那些有監聽的 你指證我 我要戴著頭盔先的 喂 他們都不知道啊 現在大哥 喂 你就不講到實了 你叫民主黨為你散水啦 解散啦 沒有在香港啦 那他們說定 那他們那幫人認識 就是他們這幫 現在民主黨這幫人可以自己 知道怎樣搞嘛 你又不是講明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這樣 那究竟是怎樣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 那個還要講話裡面呢 就是習近平還要講話裡面 他沒有講民主黨的嘛 是吧 那只是講這些反中亂講的 這些愛國者治廣的嘛 那我愛國者這個標準 那之前蒙鴻大師上來 我們大家都有討論過的啦 那蒙鴻大師都是愛國的 他愛國到就是他當時 這個保釣的時候 他都有份去支援的嘛 這樣也不愛國 是吧 如果你說這樣也不愛國的就 難道那些說攔著你的船那些愛國 是吧 那陳旭祥死了在這個釣魚台域 就死得很冤枉的 就是這樣 是吧 所以我們又對這個 就是怎樣理解這個愛國者這個字眼呢 我們都沒有理解到那個裡面的這個精神 就是什麼叫愛國者治廣 這句話後面的精神呢 就有高手的麻煩他 就是告訴他了 我們都就是要學習一下的 但是anyway就是現在民主黨都是人人自危啦 喂 不出聲的時候就 可能到明天就說 喂 其實你這幫人都是反中亂講的 那你們什麼啦 就不走得住 去外地都不行 就是阿興姐 之前都去了德國 那樣就回來了 那晚了 阿興姐現在再出去旅行 就出不了境了 喂 這樣就嚴重了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現在都是在理解 就是揣摩的那個精神 那anyway就現在總之就是 但是呢 民主黨員無論怎樣也好呢 就是我想客觀事實就是明全實亡啦 那那個款都像公民黨的 我們之前都講過公民黨的 那你現在是誰呢 那麥家別應該還是那個黨主席來的 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那這類人要戴頭盔 我沒有查的 我只是純粹憑記憶的人 若美呢 若美在哪裡呢 吳革兒在這裡的 吳革兒還今天應該在明報那裡有個專欄在寫著的 但是 就是在香港 就是這幫的 以前是南越精英的這些法律的 那些 的前輩 今天在這裡已經無所作為了 是不是 那些公民黨 基本上可以說是蕭星匿跡 只不過現在還未有一個正式的講話 正式的宣佈解散 那你民主黨去到這樣 我就覺得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好好再討論 因為你在那裡 那你怎樣 如果你選的 你哀求你去選的 那機會很高 基本上他叫你選不到 那你可以做什麼呢 那你甚至連一個正義花瓶你都不是 所以今天那個情況很簡單 就是你在那裡 基本上你都沒有什麼好做 那如果你是這樣 為什麼不做 不如就是撇撇脫脫 散兵 那就是之前會散兵 之前會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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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那裡 即是苟然殘喘 所以沒有意思的 那如果你說散兵之後 如果在香港就在香港 香港就轉行 做其他事情 不行的 那就移居 好過現在提心吊膽 天天都害怕 又不知道自己怎樣 所以呢 其實我們都不用去說 太擔心過我的精神的 就是總之說 你閉嘴 你不說話 那就沒事的了 都不行的 不說話都沒事的 就是最穩陣的就是移居 移居就可能應該 還要看地方的 去了英國就比較好些了 那裡有什麼東西都沒事的 沒有什麼後果的 你說誰啊 那天晚上坐飛機穿草 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廣東不需要負責 但是你在香港 你面對這樣的情況 其實都知道那個會是怎樣 Anyway就是 那個 夏寶龍這番說話 我去理解夏寶龍 去詮釋習近平 就是國家主席的講話的精神 的精神 就是 夏寶龍 詮釋重要講話的精神 這篇講話的精神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你說拆心不死呢 其實都是不夠的 因為那個賊在那裡 那他的心當然不會死 他一天還在那裡 那你最切解決的這個方法就是 打倒這個賊 那天下太平 為什麼不做這件事呢 那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那如果你說誰是賊 那你那個名單出來 美國是賊西方是賊西方都很廣泛的 因為歐盟裡面 譬如這個匈牙里都親中的 那他是不是賊呢 那為什麼你又不提這個 台北當局台灣那邊的賊呢 那這個是不明白的 那所以呢 今天這個節目 我很多東西都是 都是不明白的 文俊興 你不理解到我剛才那番講話的精神 理解不了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 專門呢 比如說 國際的那個關係上 以至呢 經濟 內部那些叫做 一些民生 營運的指引 以及政治上呢 各方面呢 其實他都是 做到不明不白的 其中一個原因呢 喂你怎麼說得這麼白啊 你真的不要說不明不白 人家說得這麼清楚 你還說不明不白 那你真的 其中一個原因呢 他就是要利用這件事 去做一種呢 另類的白色恐懼 因為呢 裡面呢 你當然會發覺 現在很多傳適呢 一樣東西都要估 那結果有很多的 去傳適去估 而不同階層 其實都是估的 例如我們經常都說 譬如在港澳政策方面 那可能兩邊的特首也好 怎樣也好 其實他們都不明白你想要什麼 他們都是估的嘛 那結果呢 衍生到身邊就會有很多呢 那些 那些 那些無謂人呢 他們就會呢 去用股 股源之後呢 去做多了 那其實做多了呢 這一種呢 就是那種叫做人民鬥人民呢 那一種的迫害的膠煎來的嘛 那這一種的煎爐呢 其實就是拿來 令到你用在內鬥裡面呢 講到尾就產生同一個結果 就是對他有一種呢 是說不出在意識上的恐懼 因為你不知道呢 其實人最怕的是什麼呢 你是不知道 就是這樣說 簡單的說 如果你現在眼前 你有一個懸崖 你看到那你走過去 你會掉下去的了 那起碼你會判別到 我走了多少步 會掉下去呢 以及前面那個懸崖會死的 那其實現在呢 還倒過來 你覺得前面會有個懸崖 除去掉下去 但是你全部關掉了 你黑一黑 什麼都看不到的 你的恐懼是會上升了十倍的 因為你根本你會覺得 我簡直不知道怎麼做 於是就要摸路了 那這一種摸路呢 其實呢 這一種呢 就是另類的 這個意識上的一個極權控制 所以他現在 阿文俊英 我又不是這樣看的 我都很簡單的 如果你現在夠左就可以了 你夠左就可以了 你夠左就沒事了 老人應該這樣說而已 現在健身的鬼頭 在家裡健身的鬼頭 打死他 那就最左了 你最左也沒用的 因為現在你發覺 好像今天都提出了 你現在很流行的那些 例如 JC就是賤賊 對不對 然後政府就是EZF 千輔 然後NMSL就是尼媽斯 那這些呢 現在呢 在大陸是親華社交公告 是不給再說的了 如果呢 你明天再發文再說這些 就會是 那這樣就好啊 講清楚哪些不可以 換言之呢 你如果你是 走最左也好 起碼是一件事 你不知道自己的情況如何 好像這樣 第一天安倍被刺殺 哎 舉個歡騰 第二天到習主席 然後喂 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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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舉個一片憂愁 第三天了 你看到外交部了 然後又強力譴責台灣 什麼賴清德過去了 又傳個一片寬騰 喂 你那一種呢 其實呢 你發覺那些人都很愛國的 很左的 以至現在去那些河南存戶 就是說 你是去維權 追索回你的錢 以至是那些 譬如說去追爛尾樓 甚至乎 現在沒有水沒有電 住在爛尾樓裡面 連窗都沒有的 那些人 其實他們都很愛國啊 甚至有很多 甚至乎 據傳說 本身都入了黨的 但是你會見到 其實你那個意識是左 如果 以至你有口說的愛國 以至你是跟著風向也好 你根本就跟不上 因為他那種勾股 就直接 完全是 好像別人以前 不是很流行呢 那些美式足球的 美式足球 就是大家追著那個球 穿了規格 你撞我撞你 那有些混蛋在上面 塗了花生油 結果呢 那他就玩了 那他現在呢 整個情況就是 我們形容 他現在整個的取態 以至你見外交部那些 很流行的 就是現在有些什麼 那些不是答案 別人問你 你覺得呢 就是很簡單的嘛 就是一些 完全不是問題 我問你 台長你今天下午吃了什麼 然後你問我 你覺得呢 不是 我應該舉個例子 你女朋友 或者你太太問你 你愛不愛我 那你回答他 你覺得呢 哈哈哈哈 你認為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整件事 那怎樣 去到最後 就是你對這些女人 就是一切瘋 就沒有一切理他 所以現在其實呢 就是我這樣說 我聽完全集呢 那我只會覺得一件事 你這種態度呢 你對於 在裡面仍然住著的人呢 就可以說是一個意識上的 極壓統治 但是呢 你對外呢 只會是增加了別人對你的鄙視 還有呢 令到別人呢 覺得你不知所謂 就是很簡單的 你那些 你不要理那個 其實你現在對那個 特朗普的 拜登好 他多廢啊 什麼 紋人家頭髮啊 賴屎賴屎賴屎 以至特朗普的 你說他怎樣 鼓掌仔啊 怎樣 做事過狗糞 一回事 人家在一個國際上呢 格對格 是各格對各格 你是連那個國家 那個格局 這張牌你都維持不住 那去到最後 人家就會一件事的了 喂 既然你什麼都好 是不是你的外交部 喂 難聽點說 買卷廁紙這麼少的事 都要開口罵的 那我就由你 不是什麼都要罵 以至 你自己的立場又不清晰 你看到也是的 例如你打台灣這樣 喂 打吧 你還等什麼 為什麼不動手呢 沒有意思的 然後倒轉 可能是那些 翻牆過去 那些小粉紅 喂 你抓他去公安局教育 是不是 你看到的 他每次重拳 鐵拳 他就是重拳 裡面的人 其實對外 他一直是打嘴炮 但他實質重拳 就是重拳裡面的人 這個就是他套路 所以呢 基本上 別人外國看穿你這套 別人現在是 開波 接下來 嘴炮不會和你打的了 正如很簡單 你的遼寧很近 見到美國男 美國男 還要對著你 趁著死人腳 拿一杯檸檬茶喝 看著你 為什麼你 為什麼你 不立刻開麥 這裡是 我 Jerry是我國的公蟹連鞠 請你離開 你就告訴他 再不離開 就進一步以武力對待 就舉出紅色旗 是不是 然後你就不放魚雷也好 隨便向天明幾炮嚇救他 為什麼不敢做 再不是 你可以反正都在目目他看到 叫水兵拿散彈槍 所以分隊 向對面打幾槍也好 打不中你也嚇嚇你 你有沒有做過這些事 那個情況就是 你永遠 由外交部也好 以至所有軍方都是 全部都是靠嘴炮為身 就是我們以前說的 靠打招呼為身 去到哪裡 早晨 喂大哥 你那些怎麼說 那些街坊文化 你放了出來 去做國家外交 那些街坊文化 就只會淪為笑病 所以我覺得要是這樣 好像你說 喂何止說打招呼那些鬼佬 你想想他們拍了一些戲 是拍了一些戲 全部好像李小龍以前那樣 輕則打招 重則堆壞的鬼佬 你葉敏地走去軍營 打招所有日本人 然後老了 兒子升學了 有些問題又打招所有美國人 那你可以做一次的 你不要像葉敏敏 一個打十個 一打一天 再不是 在街上抓住那些鬼佬 打到他跪在那裡 拍抖音 向人民認錯 或者嘔吐成招 你現在 自己對著那些事 其實燒了一張美國身份證 燒了美國護照 並且說明你是願意歸順我們 拍這些 放上抖音 給美佬看 你看你的人民多痛恨你 多爭拯你 沒所謂的 對吧 你去做 而不只是 不停 就是你一路帶風向 帶完風向的人就跟著你走 因為怕死 就跟你走 然後你走 你就鐵拳去 那一刻才是可憐的 所以 其實呢 你什麼公民黨好 民主黨好 要不你改改個名字 例如你民主黨 你就叫民生黨 我只是關注民生 沒用的 沒用的 你改的名字沒用的 因為你和你以前的事情做的 算數嘛 我不是的 你每次說 我都不知道那條線是哪裏 反正沒有的 不如解散一下 哦 那條線很簡單 由你出生 那天開始算起 那有沒有人在一世人的面 沒有說過一個謊 沒有恐過人 沒有去偷過東西 沒有去做任何錯事 沒有去看過女人 這個世界 任何人都會有錯 我這樣 師傭牧師跟你說一下聖經 耶和華 你看看舊樣 嘩 幾個兇殘 轉頭 轉頭又 又這個人死 那個國家福亡 轉頭又巴別塔 举鞠包你 喂 他不是犯很多淺質罪行嗎 其實耶和華還惡過不驚啊 你這麼說啊 還有 大哥 喂 他不是開玩笑的 你以為只有聖經寫下這些 不是啊 你看看 人家可蘭經都有記載 都是那些 洪水滅世 這些不是暴力嗎 說兩句不對 先浸夠了你 說兩句不對 天火燒七七天 喂 黃天擊殺 這些不是暴力嗎 他也犯了很多戰爭罪行 不是因為他爺和華 就代表沒有罪 如果你是現在的話 起碼丟掉了老環監獄 代審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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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用不著說 是吧 沒有辦法的 你看回這件事 這樣說 但起碼他也告訴你 我很嚴重的 直到好了後期 耶穌出世之後 行各種神職 因為要做一個 就是和你們親近 就是和你們 你要相信我 那我當然要懷由政策 我沒理由每次都要鐵拳 其實你看看他 他以前 舊樣 每次都要鐵拳人 一有空就要鐵拳人 沒什麼就要鐵拳人 無端端 石頭上黑十條東西 波西你捧著他去過海 你現在看回 還不是那麼夠人 你也瘋了 你叫我捧著東西 帶著那些人走到海 今天聽眾 如果是教徒的話 他們就強烈抗議 不不不不 然後反對 應該這樣說 我也是個爺人來的 而且你要知道 我的身份比你高貴 我是現代的聖殿騎士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 騎士團會被人滅團嗎 原因就是 你有了智慧 你真的會想事情 你開始有了想事情 有了意識的時候 當你走去 要 我說不是 原來是外星人 所以跟教宗說 就被人滅團了 乘機緣還錢 這是現實 其實基本的原因 都是不還錢 哈哈哈哈 很可憐 那個騎士團長 團長爸爸被人吊起來燒的 很可憐 然後又要分了五家人 走去歐洲 去羅富齊家族 多可憐 所以 你說 其實現在你這樣來計 每一個時代 你看回對上的歷史 去到現在 其實不斷也有循環 你發覺是幾件事 暴君 不知所謂的政府 接著接下來是什麼 人民的革命 人民的革命 永遠這就是循環 有句說話 但是革命完之後 又回到暴君 是啊 永遠這句說話是很應景的 三國時代 下一句什麼 分九必合 合九必分 所以 這個是天地之常 你說在這個大洪流裡面 好像你民主黨的 什麼都好 走到的就走 不走的 其實又不需要說 做到太陽衰 向敵人投誠 因為投誠 沒有意思的 你根本 人家是不信 你就隨便不信 人家就是 直接好像人家出來走 所以我覺得是 怎麼猜 剛才我還問 是不是說我們 是說你們的 今天不說你們 也是明天會說你們的 是啊 你不是直接好像以前出來走的那樣 你就金盆洗手 整個金盆 然後全部黨員一起洗手 做完最後一個記者發佈會 最後一個飯盆會 搞定 然後說完 真的金盆洗手 不管了 有空喝茶 那就算了 如果你說你害怕 你說不搞了 拜拜了 有空喝茶 之後是鐵權利的 其實你有沒有有空喝茶 都可以鐵權利的 根本主導權就不在你那裡 我也說了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喂 台長 你記不記得你九歲的時候做過一件事 你九歲搭電車 你給少了兩毫子 那天 你九歲的時候 然後那天 六月十七號 你給少了兩毫子 你認不認 你說 哈 我現在有世人症物症了 你現在呢 就要為這一筆負責 大哥你自己也不認識 我搭電車給少了兩毫子 那你一有懷疑 又說你有動搖 然後就打你 打到你認為止 再不不打你 就拿槍指著你家人 你認不認 那是沒辦法的 現在你明知道你在這種環境的情況之下 人家算夠你九歲搭電車 給少一毫子 你還說來幹什麼 根本都不可以用人類語言來溝通 是不是 所以就不要說了 解散 正如我現在都贊成了 澳門記協應該解散 為什麼澳門還要有記者先 再不就記者及記者公國者全部變成政府公 報紙就是國人機構 澳門日報其實只有一份報紙 其實基本上都是阿爺的喉舌 都是愛國愛澳代表 但是這陣子也有些飯盤 如果你是政府公的 你肯定不敢播個張學友出來 你吃屎吧 不停播 你肯定被人捉了去哪裡 其次的 你那些澳門日報的記者也不會 抓他們 然後去核酸站 拿去幫忙 拿去幫忙做義工 不會的 沒有懲罰的 所以應該要收歸政府擁有 然後就像我這樣說 再不是的 就像現在的牌板走了 我就請一個大陸的下來 給一萬元就搞定 你就全部 澳門日報 用這個簡體字來發行 沒所謂的 剛才需要什麼要有記者 為什麼要有記者 我現在真的這樣問自己 至於好像昨天這樣 都說了 你的政府和他溝通是怎樣 我們昨天直播都說了 喂 當你還跟他說 那些狗 其實天性 每天要出街行的 你跟他說人權問題 你問多兩問 他只會最後回答你的 如果你的狗一個人在家裡 就要戴口罩 那你談什麼 是吧 不奇的 以他們的思維 下一步就是 你再問吧 狗也要戴口罩 是不是 大哥 你心想一下 不是啊 狗怎麼戴口罩 那你不奇的嘛 正如你好地地 那些記者問一下問題 一會兒都告訴你 你一個人開車 關上野海冷氣 都要戴口罩的 喂 你的口罩焗死了 焗暈了 那怎麼辦 不理會的事 根本就是 完全是 他根本就去到 不跟你溝通了 那你還要抱著一個 不過這樣 我真的見過的 有人跑步戴口罩 有人游泳戴口罩 我都見過 那些人不可以適應 這個新的做法 措施嘛 不過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文進說 我都大部分同意 不過現在呢 就要加多夏寶龍 這個港澳辦主任 他 他説明言反中亂港勢力 就測身不死 要不能逢激打擊 那所以呢 就 跟著明報這裡說 有學者和建制派分析 並非針對所有民主派 我覺得不是的 你不留逢激的就是 喂 全部就是有可疑的 你都打擊他嘛 那但是呢 我都覺得呢 就是一件事都很清晰的 就是我們又不會對自己的情況 有任何的幻想啦 那民主派的散了兵 民主黨法 公民黨的民主黨 民主黨 公民黨的散了兵之後呢 都到網台了 都是 不如這樣啦 直接你開放港部 你成立一些新小隊 撥市那款 請人啦 你請我啦 好嗎 你把我修衍進來就行了 再不然 他不用修衍你了 你何德何能要他修衍你 他要修衍你 我愛國愛澳 專門打拾黃斯克部的 你應該修衍我啦 我維穩勁過何君堯 一定 你問我 我怎麽只和那些鄉黑拿爬 叫那些黑社會大哥出來拿爬 叫他們選區議員 怕什麽 我只是在香港推行唐山文化 文俊興 你又是跟不上時代了 區議員遲些不用選的了 不是選的了 我不是說推行唐山文化 那個分區的警察局局局長 又是我的人 區議員又是我的人 我又是我的 又是你的人 你以為你是謝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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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很簡單的 這個世界 真的是 是吧 好像爆龍哥 是不是 拿一碟田船 幸家榨田船 老爸老母 家姊弟 留個老母給你 那麽 那麽 那麽我們 這次來到這裏 那最後你不理解到 我先說一下精神 理解到 聽到兩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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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了 大家今集聽到兩三次了 你就明白了 好嗎 記得叫朋友幫忙點讚 然後人手推送 口言相傳 好嗎 好下集回來 好 今天來到這個火之神 阿朗哥一盆燈 為我煮了一道 是不是叫台掌的牛扒呢 台掌西亞牛扒 我要介紹一下這個菜式 有什麽特別之處 第一件事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麽滑的牛扒 是西南牛扒 然後這邊有吉利虎蝦 還有這道菜式 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電粉質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麵豉湯 這道菜真的水中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看看 接下來 一定要點這道菜 台掌西南牛扒 多謝大家 支持港國 和支持梁錦翔鋒的實現 和他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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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